有你幸福 共祝花团禁足 好 幸福 感恩导师 凡天地感恩寅导 跟我们家人这个 专章选举的主持人的邀请 感恩导师 非常感恩 第一个 我不在年纪 我很难有年纪 我跟家人差不多 我也可以猜一猜 第二个是说 我的事业有成什么 应该说感谢你们大家对我这么看 感恩天地 真的是有帮了我们很多 今天还有机会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從這個 導師十月二十五號之後 這個就實驗課程之後 讓我們有一些 一些慶祝的小聲 然後我們有些提供 跟大家分享 他自己事業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以後也公開跟大家報道 第一個是說 我其實在今年初 我就一直在 在習慣有一個機會 能夠有一個調整的氣息 為什麼這樣 因為我這個生活有一個混亂 我的時間不夠用 這意思是多大 那當然很多事情 我覺得我很快能做 所以我發現一整天下來 他是我真的真的 能做的事真的有限 那當然有時候也會耽誤到 超忙的風格 超忙的事情 這些事情讓我非常的奧運 那我也一直在試圖 試圖尋求一個 應該說一個總變的契機 因為我相信這些事情 對方來的真理 讓你能夠 就讓你能夠做到 盛乎的盛乎的盛乎 盛乎的盛乎 那這個人生就更容易 那可是 一直就找不到一個 灰塵性 而且我在老師這個 十二月二十五號講過 其實我自己發生了一件事 那是在健康的盛乎 那在這裡是要分擔 照顧自己 因為我還是發生 我其實這麼多年來 我這個身體 有點好感 你沒有 耐操耐冷 他這個沒多用 就很脹 就我從來都不理他 那這麼多年來 我大概這五六年來 我幾乎我看醫生 那我感冒的時候 我就去看我 很好的 因為也沒有什麼時間 就再去檢查 其實我很甚至 大概三十年 沒有的身體 可是 有一天在老師 十二月二十 他講課之後 睡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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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喘不過氣耶 我身體第一次 感覺到自己 居然的生命健康 你這怎麼回事啊 所以我很緊張 然後 後來我就去看一個醫生 那醫生就跟我講 當當的 你要好好謝謝你的身體 你不可以給他操 你就是機器 你也要加一點熱花鹽 所以我很忏忍 沒有他的照顧 那現在的孩子在照顧 那醫生是跟我這樣說 他說 因為你都是不距離他 所以你現在對你自己 就當時是有那個 慢性的過 所以你都不替當 他都不理他 所以他在睡覺 或者我都生活過 真的 被這裡的機團太多了 你就是想說過氣 原來喔 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有一個問題 自己是缺人 腦部缺人 所以各位有沒有常常覺得 我跟以前 記得 原來是這個 我以前一直歸咬 小時候吃太多歌 那個磁場 記憶力不好 方向性浮飾 就演技能的磁場 這樣 結果 呃 是因為我這個缺氧的關係 所以喔 我常常會這麼熱熱的過 然後我的效力 其實為什麼我要想做很多次 怎麼速度這麼慢 我想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我看書是可以用照相 這樣 就在反體自動 自動自動自動 對齊 那現在喔 看書是快 但是看過就完了 哈哈哈哈 那所以我如果跟各位講什麼 之前有換掉 請你們 抱 想你這個問題 那現在 因為這樣的治療 一段時間慢慢慢慢的 可以 呃 我的記憶力提升 然後這個 多次的效率提高 同時好像也讓我看出這件事情 啊 所以喔 現在跟大家分析 我覺得 這個症狀不對 讓我稍微看一下 哈哈哈哈 所以 第一件事情就是 那就是大家 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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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誤 對誤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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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說 第二號早上 他只是睡覺 讓他也睡覺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想要復留 他一定要設定自己是一個復留 我幾個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最近有新聞 就是在那個 在那個龍山寺 他那個廣場就是有些遊女 那最近就發現有一個遊女 因為沒有人看醫生 他在最末都很深 我不知道這個新聞有沒有看到 結果這些社會人員去處理他的時候發現 他包包裡嘗爬了 包包裡嘗爬了 然後他沒請看 第二個 去查他還是個弟子 可以說極不奇怪的 所以為什麼呢 因為他設定自己 認定自己是乞丐 所以乞丐的命運跟結局 居然在那身上屬性 真的好恐怖 所以這種事 所以真的要先設定自己 如果我們設定自己 足夢差死 那未來就一定復留 所以喔 設定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沒有希望的人生是最貧窮的 所以我們設定自己 復留 未來就一定復留 這是第一個要求 第二個就是說 那我們要懂得在生活當中呢 我們要討論去感恩 啊感恩其實是怎樣 是幫助自己 幫助別人 欸為什麼這樣 這是我最近的起步 應該是這樣講 老師有說過說 這個人生苦短 還有什麼究極方向 人生苦短 還有什麼事情 是不能夠原諒的人 我相信 多少大家心中的 還有什麼方向 有什麼不能方向 就是不能夠原諒的人 這也是當自己的開討 還有老師也有過 你不讓別人好過 即使就是在質問你自己 因為你不讓他好過 你自己絕對不來會被人 放過他 放過自己 他信聖我 信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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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 這是剛剛講 感恩的對自己好 那對別人的好是這樣子 就算我 別人犯了很大很大的錯誤 就算他是真的傷害了很多 那我們是要積極的想辦法 去讓他得到該員的懲罰 或者是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 去幫助他 去包容他 讓他能夠留守感動 對人生改觀 因為今天會犯這麼大的錯 其來有之 其實是出在教育的問題 而這個世界上實力沒有錯 大家都有錯 大家都有錯 有錯的時候都希望 重新改過的警惠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堅忍交戰的時刻 這個是這一點 所以那反正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在逆境當中 能不能表達 其實盛盡大家動作一百萬 逆境當中要不要求 就是我們幾位 逆境中才要更多 為什麼 因為逆境是真的 讓我們學習成長的幾個 經驗之外的幾個 經驗之外的幾個 還有一個事情就是 如果逆境我們不能夠感恩 那麼這個逆境就擺過 為什麼因為我沒有成長 還有一個 我們在逆境當中 最麻煩的就是求不得 對不對 那求不得的時候怎麼樣 抱怨 擔心了 怨態 這都不能量 在我們求不得的 點點滴滴的過程當中 我們仔細回想 難道沒有什麼之惡 能感恩嗎 那麼我們如果希望這事情 你心想事成 那麼是不是要用力的注入政策 那麼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政策 沒有偉大的 愛跟感恩嗎 所以我們能夠為我們這些 心想事成 還沒有達到的願望 每天去感恩他 每天去託他 怎麼會 當然這個自助忍住 才是自己要先努力的 好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 我看一下 看一下 再來一個就是說 嗯 我們齁 應該說 我們都 永遠 要知道 對不起 錯 愛知宇宙 愛 他其實是有次第 愛跟感恩是有次第 如果我們對 人 對我們身邊的事物 都不能夠感恩 那麼沒有辦法做深度的感恩 那麼 遊覽而生的愛 那麼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愛 這個事情 遊覽而生的愛 好 如果我們能夠 去感恩 我們可以感恩 逆境 讓我們可以感恩 睡覺 那我就能不能感恩 對我們好一點 可以 那能不能感恩 生活中 點點地地 幫助我們成長 去做世界 那能不能感恩 天地 對我們照顧 能不能感恩 所有人對我們要求 能不能感恩 那能不能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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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讓我們有心 有辦法去身體力 付出 為他做一些事情 然後自己的一些功能 幫助別人的機會 所以說到這裡 簡單的說 就是世界 人生 無限美好 那大家要有正向的這個 這個觀念 去面對 簡單的說 就是要想方看透 那導師不斷地教導我們 也真是希望說 能夠把這些真理 非常順利的 能夠利用在日常生活當中 那目的也是要幫助我們 碰到任何問題的時候 能夠直接達到 對你的這個答案 也是希望大家 少走一點圓忘錄 在這裡 最後要祝福大家 身體之壓 萬事如意 心想事請 感謝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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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olves 心中 好 美